我们今天拉里拉扎的跟各位讲了 从一开始 我直接这个新制图我有给各位 在各位今天早上一开始下载的那个素材里面 不是素材 那个讲义里面有给各位 好我们来 今天到课程到尾端了 好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 那等复习完之后呢 我们会让老师们帮我们填一个简单的问卷 然后我们会从问卷的结果去做抽奖 去抽奖 然后再公布那个我的精心制作的袋子要送给谁 好那个袋子我再广告一下 其中有一个有一个有什么未来变动 不管怎么变动最重要的三件事 我觉得那一张极其重要 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好各位那个教学完 进入尾端的时候 你还是要做一下简单的归纳 我们平常上课都不会去注意这件事 但是呢你归纳要归纳什么 其实不是归纳知识点 不是归纳那个知识的内容 而是你应该要去归纳 你的学习的让他关注一下今天学的哪些内容 还有他的学习的方法重点步骤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有利于他未来形成自己的一个学习方法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跟各位聊了一下新制图的我的发展 那这些都是外面很多人讲新制图的一个名称 那各位有听到就其实就知道说就是新制图了 那所以有一些学术派的会跟你争论说 什么这叫组织图 这叫什么图 树状图 不要理他 我们是实用为主 除非你未来要去跑学术路线 好然后呢 我跟你介绍了很多案例对不对 我不晓得你哪一个案例最有最有效果 但是我自己本身我是非常的 我觉得他改变了我的人 好那刚刚在工具使用的部分 请你要注意的外面的商用新制图都在教你 怎么学新制图怎么做 可是我们今天都在教你的是 怎么用新制图去解决学习的问题 所以你学一个工具 就你学刀子怎么用 跟你学怎么样用刀子来解决问题 这个事实上是差别很大的 差别很大的 所以后面这个东西才是你比较有用的部分 所以各位今天上课的内容 跟以往一般的学习应该是会有很多的不同 尤其是在下礼拜六进阶的课程 那我们会让你有很多的实作 然后你要动脑筋 好 所以你不要去在意那个商业新制图的操作 好那各种的操作方式呢 你如果在课堂上直接用纸笔便利贴 那个海报纸都可以 那如果远距呢 你用jembo 那个便利贴贴一贴 然后再做分类 再做讨论 再把它架构起来 或者用cargo 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变形 比如说中年级你觉得教新制图可能太难 那你就用曼陀罗 这也是新制图的变形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后半段 后半段跟各位讲 最简单的 怎么从阅读去 栽药出重点 然后把分类给做出来 然后把整个架构给弄完整 整个概念把它弄完整 那这里面呢 这个抽象化占了很重要的重点 这是抽象化的能力 是一个在茫茫大海里面 茫茫大海里面捞针 又能捞到你想要的那一支针 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学会这样的一个 新制图摘要的方法 那事实上 未来他想学什么都不是问题 都可以自己自学的 不需要一定要跟着老师 不用上补习班 好 那再来 那我们讲到那个写作 写作部分 你怎么跟同学讨论发想 然后根据发想内容 怎么去做分段的整理分类 然后把架构补充完整 补充完整之后呢 你那个安排 你的每一个段落的聚焦 还有你要怎么呈现 那个情节的高低起步 然后最后把它连接起来 再美化一下 就可以完成写作或演讲的部分 然后在那个联想 故事的记忆这边 这边是针对就是说 如果这个东西是要背的 那你就会有一些 可能是谐音梗 或者是影像记忆 或者是故事记忆 用这种方法去做练习 那其实像这种东西 我都是比较喜欢在实体的课程里面去做练习 那今天远距实在是 时间也不够了 操作上面也比较不好互动 互动操作直觉 互动操作跟各位就是分享回馈 所以我就直接示范给老师看 那如果比较 各位我拜托一件事好不好 如果你下礼拜六想要继续参加进阶的演习 请你在这个礼拜 你就把你刚刚 刚刚摘要的那个部分 你就再进阶一下 把这个东西给纳路 把它做出来 你就想一个故事去把你的那个 刚刚摘要出来要记的那一篇 把它安排一个故事进去 那我相信收获最多的应该会是你不是我 那其实做过才晓得 做过才会知道 然后再进一步 如果你要带给学生 你就要安排这个口诀的部分 然后甚至是那个多元智慧 融入冥想 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怎么背东西 怎么新制图拿出来 怎么去记忆 怎么去背 那个复习的频率 然后印出来随时可以查阅 那如果你是 我们下个礼拜六还会讲 那个人生规划 怎么样可以快速成功 你要印一张新制图贴在你的 那个床头 随时就会记得你的人生目标 然后随时你就可以知道说哪个阶段该该做什么事 然后你就会大脑会自动提醒那个就会自动出现监控机制 这个跟后测认知有非常重要的关联 我们下礼拜再讲 所以你就把那个整个内容新制图理解之后架构完整之后 你就开始去记忆嘛 然后用冥想去做验证 那只要这个流程掌握 我相信学生应该是当一个学霸是完全没问题的 好 那这里面相关理论 运算思维刚刚有讲过了 但是 其实 如果要讲我可以讲 讲整天 但是时间不够 高层次思考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发现 以前我们大概教学都会偏向只有记忆跟理解这个低层次的部分 但是你今天在做那个新制图的时候 当你看两篇以上的文章去整理你的新制图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要去分析 这个人讲的理论 那个人讲的理论 然后我在做那个分类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抉择 有没有 然后我要用什么样去 什么样的分类的关键去做分类 你就会开始有一些评价 分析评价 然后甚至 我们下个礼拜四会 下礼拜六 会讲说之后怎么去创造你的策略跟怎么行动 那就是应用跟创造的部分 那你会发现 原来新制图 把高层次思考 都给用上了 所以 小朋友如果 传统的教法他只会学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他学了新制图 他会整个高层次的思考都用得上 那这个东西其实那个微软他自己有开一门 那个高层次思考的课 他是很专门的课在教 但是我们其实用新制图来学非常的简单 好那刚刚脑神经科学也有提到 艾森豪士这个都有提到 对你智慧都有提到 好那所以各位 请你闭上眼睛 请你把你的眼睛闭起来 我给各位两分钟的时间 回想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学习 你不要只想到我早上讲故事的那一段 好两分钟开始 请各位把眼睛闭起来 现在3点38分 40分的时候 我们准备来收尾 眼睛各位闭起来 想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哪些东西 就是很简单啦 这是一般课程的问卷 你的单位姓名 然后主要是这三个部分 我今天学到什么东西 哪些知识点 不要超过三个 最重要的三个 你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三个点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我探索就是 我今天学到这些东西 跟我的生活或者教学或者工作 有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是素养的部分 跟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关联 有关联的东西对你才有意义才有用 所以你要去找一下这个关联是什么 然后最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行动 就是今天学到这些东西一定是对你有用 那你会想要用在哪里 想要怎么用 请你稍微 填一下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后面是那个问卷 如果有帮助就10 没有帮助就1啦 这个你就自己填那个百分比 那1是没有10是很棒 那其他的心得或想法 你可以就是如果有想要跟我沟通的事情 或者有给我的建议 或者你自己突然有了一些什么想法 你都可以写在这边 然后如果你想要参加抽奖 请你在这边把你的联络的电话给打上去 不然我不知道抽如果万一抽到你我不知道要找谁 好 所以这个学习单麻烦各位帮我完成 那各位一边一边打学习单 那我一边把最后的简报 再把它讲完了 好 这个学习单很好用 非常的好用 就是我学习 我思考 我行动 这个叫知识型 这以前是花师国教所的所长在推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学习前 学习后 然后我未来想要怎么弄 这个都可以改 但是这个东西很容易让你的课程会变成素养导向 因为它可以跟你自己扯上关系 然后又可以牵扯到你未来想要做的行动 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了 好 那各位就一边一边写那个问卷 好那最后的结语 就今天其实只有针对那个学习的部分 就是学生在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学霸 那个中间的学习的应用 在学习跟教学上面的应用 那如果你已经开始有点感觉 我们下礼拜六进阶班 帮各位开通天眼 这个开通天眼是真的开通天眼 你会觉得自己很强大 你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在下个礼拜六你会开始想 然后如果你都按照我的方式去思考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变成那一个 哇你怎么那么厉害 什么事都有自己的想法 你怎么都有策略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你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很厉害的人 所以下礼拜六的课是重点 今天的课也许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听到类似 类似的 甚至你花很多钱 刚刚早上有一位老师跟我分享 他跟他的小孩去学那个新制图 学快速记忆 学那个暑假几天的课就花了几万块 这也许有人会讲但是收费也都不便宜 但是方法绝对不是像我这么毫无保留的 请郎而出吧 那下个礼拜六更是精华 如果你不想一辈子庸庸碌碌 你可以把东西学起来但是你不一定要贡献 也无所谓啦 你说我没有想要做什么事 我就是想这样像公务人员这样 也OK 但是你必须心里有那个底 你把你的天眼打开 你看任何事情可以直接看到 那个事情的核心 然后你可以想到人家想不到的境界 这样对你来讲对你的人生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下个礼拜欢迎各位来参加指教 那今天的课呢原则上有参加 有参加那个问卷有回我问卷的 我们会抽出两位幸运的朋友 幸运的朋友 然后我会把那个袋子给送出去 那我会再跟你联系 然后那个此外 如果你的问卷的内容写的非常的好 让我 我也找出两位好不好 我也找出两位 那我烘咖啡豆送给你 我自己亲手烘咖啡豆 会送给老师 好那就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各位辛苦了 今天的课很扎实 应该是蛮有收获的 好那各位填完问卷之后就可以下课 如果要咖啡豆的 你就要把那个问卷 把你的心里面想的话通通写进去 那你就很有机会会得到咖啡豆 好 那个交流事项就不要写我要咖啡豆 我要看作业 好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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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明天的课是那个 就是怎么做桌面录影 怎么剪辑怎么上网 那我都会用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 来让各位很轻松容易 就把这些东西给学会 那下个礼拜六就是进阶的新制图 那下个礼拜天是Canva 怎么样轻松容易就可以做出很美的简报 还有一个叫做线上出版 你怎么样可以做那个手提袋或衣服 有没有 然后怎么样有一些很简单的绘图的技巧 可以让你就算不是美术系的 你也可以把图画得很漂亮 可以去做一些出版 以上是我这四天的课程 感谢各位老师 好记得要填问卷 谢谢 老师不好意思请问 是 我下午才加入 那请问您的资料的连结 你找一下我 你Google找邱文胜 是 然后应该会出现一个叫制造者时代的网站 是 是 那个网站进去的右上角的第一个连结 资料都在里面 好感谢老师 是 那个 我们的研习 原则上我都会录影 如果没有绕高的话 我就会把它做剪辑 但是这个会需要一点时间 那我剪好之后一样会放上网 那就是各位如果未来要看我的影片 那很简单 你就是打邱文胜 然后看你想要看 什么样的内容 我比较多是那个资讯科技的 但是有那个新字图 所以你可以加一个 加一个新字图的关键字 然后你去搜寻的时候 你点影片 点影片的分类 这边就会有我之前在其他学校 讲课的内容 那这些大部分都是还是算初阶的 初阶的新字图的内容 然后我也有做成清单 所以如果你到我的频道 我应该没有见那个频道的名称 你就在反正你就是在那个YouTube 你随便我的影片点进去看 然后去点我的名字 点我的名字 各位老师大家好 非常高兴 我的影片这边 然后你就点我的名字 这边 不是这个 这个是放在另外一个网站 你就随便找一个我的影片 比如说这个 那进去之后 那个YouTube 他的那个 我的头像那边 你就点进去 就会进到我的 应该算是我的频道了 只是我没有设一个名称 所以你就把它点进去 邱文秤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我的频道 然后这边有个播放清单 这个清单就是我把同一个系列的 我会做清单做出来 然后你就其实去看那个清单 比如说 他就会整套都在里面 整套都在里面 比如说那个 假设你要听运算思维 你就点进来 这个就会从运算思维的第一堂课开始讲 这边就是这个清单所有的内容 所以你就可以去 我这个是有分段剪辑的 所以你可以单独看某一个段落这样 大概是这样 感谢 那个张老师说 你直接Google YouTube 邱文胜多放清单 就可以找到我已经做过清单的 那有些比较个别的 不是一个主题系列的 我就没有 没有做那个清单的部分 那你就可能要用关键字去找 好 好 那个研习爆满的没有关系 你就同样meet上课就可以了 那个连结我都会贴在我的脸书 任何问题都可以到我的脸书去发问 我是有售后服务的老师 只要你是有诚心诚意想要学习的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我脸书我都会帮你回答 好 那非常感谢 今天就到这边 希望各位学好之后 能够把它用在学生身上 这个才是我最终的目的 我最终的目的